他要退亲 他不喜欢游戏 证据确凿 现在你倒是说说 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 娘娘莫及 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 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 眼下可是要传方才 去核查纸张的工人 入殿搜身 正是如此 又弄什么玄机 回圣上 核指数对不上 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 真的施舍其中 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 说清楚些 方才是核对指数的工人 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 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海江姑娘之人 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 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 藏匿余身 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 仓促间定无法销毁纸张 还请圣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 倘若排除众人嫌疑 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 张哲 哥 原来你早有寂寞 故意隐瞒哀家 愚弄哀家是吗 还请娘娘恕罪 张大人只是觉得 幕后之人 敢敢利用黄公公 在娘娘眼皮底下 行栽赃陷害之事 定有图谋 您怕打草惊蛇 是已不敢走漏风声 宣在殿门外 一一搜身 此人乃是杨纸斋伺候的公额娇蕊 奴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鹿纸 你个小贱蹄子 说 从何处拿来这纸 回圣上 娘娘 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 想来她方才只能协助 没机会碰被用的纸 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 打了这张张过末的 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圣上娘娘 是奴婢精神洒扫房间时 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 银纸纸贵 又只将二姑娘舍米不会再用 并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 心想这些满了再放回去 也是无人知晓的 谁知今天逞出这般大事 奴婢实在是怕极了 所以刚才才不敢说得出来 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 那想必是识字的 不妨念念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素闻 张大人用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 想必是刑部的公文 这上面写的 是诗经里的尖家 你会读吗 尖家 这公文上 又怎么会有诗呢 瞪我作甚 若不是此时 在圣上与娘娘面前 我早就两巴掌扇在你脸上 好问问 是哪样的纯主子 养了你这样的废物 放肆 什么主子能无踩的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半毒 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 圣上 此事事关臣女清白 更关乎逆党一案 关乎朝廷设计 请圣上明察秋毫 审出幕后之人 为臣女主持公道 你先起来吧 是 不错 你既不识字 纸上之言你意不认的 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爱 说 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 奴婢背后无人指使 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磕代 又眼见她三番四次的 谗言巧唆长公主 牺牲不愤 又听别宫传出 黄公公帅人查宫一事 便鬼迷心叫 生除了这些爱人 胡说八道 你到现在贼心不死 王心意 现在就叫人 将她拖到宫门之外停障 打到她说实话为止 不 不用 发恩了 母后又何不妥 这个时辰 在宫门外搭打杀杀的 你让六宫如何暗先 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 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 顺头摸瓜便是 你身体还抱恙 急什么 使儿臣疏忽 忘了母后病养方好 一当静养 这样吧 便让王心意将人带到慎刑司 审闻清楚可好 好了 折腾了一夜 这天都快亮了 哀家也乏了 都回吧 有什么事改日再说 昨夜之事 若无大人仗义直言 选您不免要受刑罚 大人因我之故还得罪了太后娘娘 我心中实在有愧 在此多谢大人了 姑娘言重了 皆是举手之劳分内之事 不必言先 不是 不是分内之事 宫中险恶 机巧遍布 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 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 还选您已清白 便高过这世间 施卫素餐之辈良多了 您当得起选您知谢 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 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 往后万当小心 那是自然 我还要在宫中 待上一段日子 我这个人啊 怕死得要命 岂能容他们 轻易害了我去 江二姑娘有扫防备便好 下官与内宫不好多留 就先告辞了 很快 福岛 张大人 江二姑娘 同姚小姐一起为掌公主殿下半斗 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 姚小姐曾因退亲 想过诸多手段 不知真假 我知道了 多谢 可姚小姐如今 已经不这么想了 专业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为何还要追问 退亲 什么 我会与姚家退亲 她要退亲 她不喜欢游戏 宁儿 有这么好笑吗 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若是你 才遭人陷害 警惠一条命 万万是笑不出来的 您都知道了 闹得满功风雨 想不知道都能 还愣着做什么 现在还在玩游荡 闲命太常是不是 我 你起来吧 是 朕本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 只是此人畏罪自杀 这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慎行司那边 前几日倒是审出了些东西 这个宫女应该是平南王 安插在宫中的乱党无疑 乱党 怎么 你有何意义 回圣上话 臣女只是没想到 杨旨在身边竟然会有乱党 还好此人已经死了 不然臣女怕是要情事难安了 你这是在宫中 区区一个乱党 有何可怕的 多亏圣上波容 为臣女主持公当 不然臣女一介弱女子 就要遭了他们的算计 这危急自身不说 专上乱党还有连累佳人 这可多不好 江尚书在前朝 也算是为设计为朝廷 鞠躬尽瘁 江二姑娘在此事上 也是颇受了一番委屈 这样吧 明日我让王新义 亲去一趟内务府 着人为江二姑娘 拨下赏赐 算作宽慰 臣女谢圣上恩典 父亲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来 快过来 顺 幽也 父亲是在担心 江家与燕家的关系 宫中逆言一案 薛太后的确是想通过女儿 将罪名往燕家身上引 不过好在刑部的张大人 已经替女儿洗脱了嫌疑 宫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可是这前几日 永逸侯府也出了事情 你在宫里可有听说 依女儿之见 虽不知侯爷因何受伤 可薛家在当夜便封尘搜查 那说明两家的关系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之时 去宫里一遭更加长大了 见微知诸 所言不虚啊 这燕血两家的心结 累积了二十年了 他们积怨已深 恐怕是很难化解了 更何况这还有 父亲是想说 定妃世子之事 女儿听说过三百中魂的传闻 说燕血两家在此时之后断交 可女儿总觉得 其中很多细节不合常理 父亲清楚当年之事吗 这当年哪 平南王趁着先皇病危 血洗了皇宫 许多事都是 从仅有的幸存者口中传出来 你也懂得 这世上人言有几分可心的 再后来以讹传讹 早就把真相 和这流言混作了一团 真假难分哪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 先皇当年便并重驾崩 右帝登基 太后垂帘 福利了薛氏 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者才还政 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事实 如今薛家势力遍布 永逸侯府之难 当真无解吗 这燕林 跟你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虽然这小子每次来咱们这儿 都翻咱们府里的墙头 我也是见一次就骂他一次 可其实爹地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 这小子能文能武 跟京城里那些顽固子弟还是不同的 我本来想着你们早晚是为成亲的 可现在看来 这门亲事恐怕是不成了 爹怕你想不开 怕你心中难过 不过爹爹答应你 若你愿意 爹一定会为你再寻一门亲事的 爹是不会亏待了自己的丫头的 这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也都不会再牵连到你一身上 父亲放心 我对燕林唯有朋友之意 没有男女之情 女儿也断不愿为着此事草草嫁人 女儿斗胆恳求父亲 往日燕林有恩于我 如今侯府若是遭难 女儿也想尽我所能帮胜一二 绝不连累府中 还望父亲答应女儿的不情之情 好啊 好啊 原以为你还是那个 没心没肺的小丫头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明实力 而且懂得知恩图报 爹真的甚感欣慰啊 爹答应你 在这朝堂之上 有机会的话 爹会选择站在燕家这一边 嗯 四百两的本金 赚四倍也不过是一千六百两 你手上连本金撑死了也就两千两 这两千五百两是哪儿来的 卖市只赚了一千六百两 可卖完私之后 许老板无论如何要再天陷银两 所以 许文艺给你钱 许老板当初怕我外行吃亏 只割了手里三成私给我 剩下的他已去年市价卖给了一个叫驴 驴什么的人 后来私价大涨 他们在家乡的私啊也全都卖出去了 占了不少钱呢 他和才能门都很高兴 起初他硬是要再给我添一千两 吴妞不过劝了好久 最后才答应只给吴败两座吧 其实他们要感谢的都是姑娘您 你如今这样子很好 不过 你告诉许文艺私下会长了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就跟他说了 不过您放心 我没有提及您的身份 他问我您是谁 我也没有告诉他一个字 你让游方营去买许文艺的生丝 也是为了燕家 而我更想知道 你为何会坚信 这生丝价格一定会成 他就是这样知道的吗 你方才说 跟许文艺买私的人叫吕什么 吕 吕险 吕险 就是吕险那个奸商 他跟谢威是一伙的 姑娘 我是不是给你闯祸了 这种消息传出去 的确是会闯祸的 不过这次信号 只是被他知道了 他 没什么 过去了 其中五百两算作你的本金 剩下的钱 我们俩一人一半 这一千五百两 你收好 你这是干什么 方营自知蠢笨 不敢缠着姑娘劳犯姑娘 这试着挣钱的法子是姑娘想的 就算姑娘要打翻我 我也绝不敢收这钱 你想哪儿去了 我给你钱 是想让你在游家过得舒坦些 这几日游月也要回府了 若不多使些银子 只怕你不好出来见我 那 那 我就拿一张 剩下的姑娘收回去 那怎么行啊 那你连本金都要亏了 拿着 本金也是姑娘的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更用心学 一定给姑娘赚好多好多钱 傻姑娘 方营 我不同你假客套 我这一次 的确是遇到了一件 急需用钱的事 不过这件事 不是一两千两就可以摆平的 我今日约你来 是想请你帮我 再做一笔买卖 你可愿意 不过这次 姑娘可否告诉我买卖的傲益 我跟许老板学账十九 或许 可以帮姑娘参谋参谋呢 嗯 嗯 嗯 刑部侍郎张哲 就是你在朝上处处与周英之作对 还说本宫结党干政的 避雨而已 张大人为何不敢面对本宫 是怕本宫吃了你吗 娘娘恕罪 臣乃外臣 不敢冒犯 还请娘娘自重 张大人怎么不走了 不是宁可领雨 也不愿与本宫在同意屋檐下吗 不敢劳娘娘一吕 不过微臣也有一言要赠名 须知人贪其力 与虎谋疲 却不知虎之为虎 便是以其凶信天生不应事 今日与虎谋疲 他而易逼为虎所适 娘娘 好自为之 快点快点 姑娘 你没事吧 马车就在那边 这雨是越下越大 咱们赶紧回去吧 没有你的遇见 看一眼瞧起等待冬季 慢慢终回你 忘了四季没有了你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